坐上游泳圈 溜下巨型滑水道 一旁细水池中 小朋友玩得不宜乐乎 天气越来越热 泡水消暑成了假日最佳去处 天气很热 也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里 太热了 要消暑 全台就像是红彤彤的烤番薯 双北 宜花冬 都亮起红到橘色的高温灯号 今天是属于比较高温延的之外 在周日一直到下周一 下周二 高温的部分是要特别留意的 是不是有机会来到接近40度 是有机会的 因为除了高压影响之外 还有华中的这个暖空气带下来 天气恐怕只会更热 太平洋高压持续影响 再加上华中地区热带大陆气团笼罩 北部华中纵谷21号开始 可能出现38度以上极端高温 下周二体感温度还上看43度 挑战今年最热记录 未来一周比较接近体感温度40 41度的部分是在桃源以北地区 周日到下周二 高压和暖空气影响维持晴朗酷热 下周三开始 热带性低气压外围接近 水气稍微增加 周四周五以后气温稍微降低 对流增强 降雨范围也会扩大 目前的位置是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 距离台湾大概还有1000公里 不过在22号的晚上 23号的晚上会逐渐靠近巴士海峡 至于菲律宾外海的热带性低气压 目前人在观察 这几天还是得先多补水防中暑 以防极端高温造成热伤害发生 新新闻赶美新 蔡玉如采访报报导